大家好 我是佳佳老師 我們這套影片是針對 搶救國文統測複習25週做的配套 相信大家借我這套影片跟教材 一定能夠在國文複習上面得到高分喔 好 我們現在開始吧 接下來我們來進入第20週的內容 第20週雖然沒有歷屆試題可以看 但是我們會發現說其實在這個模考上面 其實它還是蠻常出現一些考點的 譬如說在修詞上面這個象徵跟玩曲 就是一個很常考的考法 然後再來在這個送詞跟圓曲欣賞上面 有很多經典的東西蠻常考的 然後在最後運文統整的部分 老師也會幫大家講解一下這些運文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進入課文的本身 那我們來先看到第一個象徵的修詞 那象徵裡面老師把它這個重要的 在高中三年裡面我們學到的課文裡面的象徵 都集合在這裡 那老師帶大家稍微理解一下 譬如說第一個齊君的記 還記得記這一刻呢 齊君呢就用這個媽媽跟姨娘 這個頭髮這個記的法式啊 的樣式 然後呢表面上在寫這個 他們彼此這個樣式 頭髮樣式的不一樣 然後帶出他們的個性 那實際上這個法式呢 這個記就盤根錯節 所以其實就象徵媽媽跟姨娘之間的心結 所以這個叫做象徵手法 那第二個呢 這個賴和的一杆秤子 你看秤子就是輕那對不對 就是這個在菜市場裡面賣東西要秤的東西 所以這個秤象徵一種公平 那賴和用這個秤子就用來這個反應說 在日據時期時候這個警察對人民是非常的不公不義的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子去閱讀他 接下來我們來看社問的手法 就是同學在社問上面比較不了解的是 什麼是疑問 什麼是提問 什麼又是積問呢 好那這邊我們是用理解的喔 就是所謂的疑問就是我心中有疑惑 既然是心中的疑惑代表沒有解答 所以疑問就是有問而無答這樣好 那第二個呢叫做提問 那提問的概念就是老師提出問題 你看老師如果在上課提問題 你敢不敢不回答不能嘛對不對 所以呢有問有答就叫做提問 好來我們下一頁 下一頁呢叫做疑問 就是疑問就是我很疑你啊 你這樣做對嗎對不對 你這樣做對嗎 意思是說你是不對的 所以呢疑問就是答案在反面 或者是明知顧問 所以這個你看這個 世人皆酌何不鼓其你而揚其波 眾人皆酌何不鼓其遭而錯其離 這個余甫對屈原說 如果大家都這麼髒 你幹嘛不跟大家一起髒啊 你為什麼不那就是你應該要啊 所以這個叫疑問 好那下一個叫做道反手法 什麼叫道反呢 就是說反話 故意把話倒著講 譬如說我們小時候就學過這個 朱自清背影裡面說 我當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真是聰明過分 其實他現在想想自己當時真是太笨了 都不了解爸爸的心意 所以這個叫道反法 好然後再來呢 第四個叫做玩曲 好玩曲就非常的重要 請打勾 這個玩曲呢 第一個 桃花園記裡面呢 這個余夫要離開桃花園的時候 裡面的人啊 其實一直很希望 余夫千萬不要把桃花園泄露出去 但是如果講這麼白 好像又傷了感情 好像這樣我就不信任你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只好委婉地說 不足為外人道義 我們這裡不值得跟人家說 很謙虛地表示說我們不值得說 其實上真心希望什麼 你千萬不要說 所以這個叫做玩曲 好那第二個呢 我們看到這個 竹之舞退情詩裡面 他說誠摯壯也由不如人 今老也無能為爺矣 其實是表面上說 我年輕的時候就不如人家 其實是微彎表達說 我年輕的時候你都沒有在用我對不對 你現在國家緊急才來找我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玩曲 好那深海六月慈父見背 這個老師前面有說 見背就是爸爸背棄我 其實是爸爸死亡了 但是我不說死這個字 這是古人很喜歡的這個做法 那再來第四個 十年四歲舊奪母制 這邊呢就是 到我四歲的時候 我不說媽媽改嫁 因為太悲傷了對不對 所以我要說 這個舅舅逼去了媽媽 這個想要這個為爸爸 這個守傷的這個結操 所以就逼媽媽改嫁了 這也是一種玩曲的說法 然後呢再來呢第五個 寡人不敢以先王之城為城 這個我們在前面有說過對不對 就是這個馮宣克孟長軍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想要孟長軍 就把他fire掉對不對 可是他說 我不好意思用這個 先王的城子為城子 表面上很尊敬他 實際上是不想給他工作了 所以這也是玩曲 好那最後這個大病 大病就是病得很嚴重 什麼叫很嚴重 就是死亡了 所以這也是玩曲修辭 好那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開始呢 我們來看宋慈欣賞 那這個宋慈欣賞 他的考點就是 你要從這個詞裡面去判斷 他為什麼是帝王之詞 為什麼是婉約之詞 為什麼是豪放詞峰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第一個 帝王之詞 那我們看到這個禮遇 禮後主 我們知道他所寫的 都是亡國之痛 所以呢你看 關鍵字是什麼第二行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 然後呢他說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個愁什麼愁 家國之愁 這是考試的重點對不對 就是我想到我的國家 然後非常的痛苦 這個愁呢 源源不絕 我不直接說我的愁源源不絕 我說我的愁就像一江春水向東流 不斷的流個不停 而且這個是好像永遠都無止無盡的 好 那再來呢下一個是婉約格律 這個是李清照的一簡媒 那我們看到婉約格律跟宋代的詞 我們說這個 詩妝慈媚取俗 所以呢宋代的詞主打這個婉約格律派 那他用的詞就是非常的華美 非常的精煉 所以呢紅藕香蟬玉電秋 清解羅長讀上蘭州 然後呢你看景書 這些詞都是非常漂亮的 然後呢這些詞裡面在表達什麼 表達一種女子在歸中的一種相思之情 所以這個叫婉約格律 好那下一個叫做豪放慈峰 什麼叫豪放呢 就是你看他一開始 李清照呢寫的是坊間蘭州對不對 很漂亮的小東西 可是呢這個興契集寫的是千古江山 你看一開始就是江山跟英雄了 那興契集是南宋愛國慈仁 他的風格就是非常多的典故 然後呢他非常希望能夠為國家建功立業 所以發現興契集的作品裡面 第一個他是豪放慈仁 所以有這個江山流水 這個是一定的 然後第二個他用了你看孫仲謀處 就是這個孫權 還有這個人道禁奴成柱 這個禁奴就流域 這都是典故 然後呢表達自己想要為國 努力的心情 所以最後一句話說 憑誰問 臉頗勞矣上能犯否 臉頗就算老了 吃飯飯量仍然不小 還能不能夠為國家效勞呢 其實就暗示說我雖然年紀大了 就算我年紀大了我也很想要為國家來做點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興契集的風格 豪放慈峰 好我們來看下一頁 下一頁呢看到的是這個另外一個 跟興契集並稱的蘇星就是蘇氏 好他的這個作品就更有名了對不對 你看豪放慈峰大江東去浪淘千古風流人物 一開始就給你浩瀚的場景 然後裡面呢也是講到這個周瑜對不對 遙想宮頸當年小喬出嫁了 所以講到這個周瑜當時 非常的這個不可一世很厲害 非常的氣語非凡 可是我自己呢 顧國神遊多情音效我早生花法 就是我看到想到周瑜這麼樣厲害 而我本身現在卻是一個變觀 一個好像不得志的狀態 好但是蘇東坡也是一個曠達的人物啊 所以他最後說 人生如夢一尊還淚降月 什麼叫淚呢 淚很帥喔 淚是拿起酒來灑在前面 所以最後呢想想我的人生 唉不要想了 淨降月這樣的一個結尾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豪放慈峰的代表 下面呢是圓曲 那圓曲呢我們說 他就是非常的離俗 用字非常的簡單 所以下面我們看到這個 黃如岸白平渡口 綠陽堤紅燎灘頭 有發現他用字上面很像白話 然後場景也都是 看到什麼植物 就直接寫這個植物 不像那個李清照 是不是他用字非常的優美精煉 對不對這個就是詞跟曲的不同 好然後呢後面也是 這個是張可九折桂令 你看回首天涯一抹斜秧 樹點含鴨對不對 是不是很白話 然後很像一抹這個山水化的感覺 這個叫圓曲 好那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呢就是運文統整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老師也是希望大家能夠回到 我想大家直接看這個應該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吧 好因為會發現這個 因為他們這個篇章名稱都是他的曲牌或詞牌 很多都是共同的 所以你光看這個詞牌曲牌其實是不記得內容的 所以一定要回到這個小本子去複習一下 好那第一個浪淘沙在講這個故國之思 所以他講的是這個國家滅亡的時候那個心理的悲傷 所以這個是故國之思跟往事的這個痛苦 好那第二個羽玲玲呢是劉勇 就是他要跟情人分別的時候那心理的悲傷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這個第二個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難堪冷落清秋節點出離別的阻止 然後用這個層層鋪墊的手法寫出心理的悲哀 好下面是這個一簡梅或是聖聖曼 這個都是李清照的作品 那一簡梅我們剛剛前面已經說過老師就不說了 那聖聖曼超級紅的對不對 循循秘密冷冷清清清淒淒淡淡淡淡淡 所以他用不斷的疊字 疊了什麼呢 來看第二點 運用了七個疊詞 然後來表達一種你看完轉七楚的感覺 然後把這個用了一些場景去帶出心裡面的愁苦 所以最後說整一個愁字了得 表達心裡的矮痛 好那下一個是破陣子 那破陣子呢就是回應到剛剛我們說這個星期級的風格 他也是回想起自己過去曾經在沙場上面叱咤風雨 然後非常的這個帥氣 譬如說八百里分揮下紙 就拿牛肉分給屬下這種帥氣的場面 可是最後很感嘆已經怎麼樣沒有機會了 所以最後說贏得生前生後名可憐白髮生啊 就是現在已經年華老大了 然後造成一個很大的反差感 好那ok之後我們看到下一頁 下一頁呢就是曲選 那第一個是這個秋思大德哥 這個我們在前面有說過 這個大德哥呢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他用這個聲音 風飄飄雨消消變作成團也睡不著 然後用這個不斷累積的這個聲音來表達 我因為思念對方 因為這個愁緒 所以我聽到好多聲音喔 所以呢他的寫法很特別來 第二點下面畫起來 藉由聲音的撲掩 然後表達自己的相思 好那再來呢下一個是賣花生懷顧 這個是張可九 好那這個呢也是張可九 首先運用了三件歷史事件 像美人自吻烏江岸 這個是項羽對不對 然後戰火成燒赤壁山 還有將軍空老玉門關 這幾個歷史興亡的事件 可是他在表達什麼 他在表達說就是這些人物 不管他多麼的成功或失敗 最後都是什麼 是非成敗轉投空的一種感慨 而且他表達的是說 為什麼從秦漢以來 這些戰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呢 那這個戰爭裡面最辛苦的是誰呢 就是人民百姓 所以最後這個結尾 他說傷心情悍對不對 然後讀書人一聲長嘆 就是感嘆這個歷史 感嘆戰爭 所以表達一種悲貼閩人的人者胸懷 那大家會發現 你看讀書人一聲長嘆 非常的白話 所以他又切合了圓曲的風格 所以考試的時候還有另外一個考點 他第一個他叫你判斷這個是詩還是詞還是曲 那如果詩的話像這個淨體詩 他就是一個完整的五言或七言 非常的整齊 所以詩是可以判斷的 那再來呢詞跟曲都是長長短短 那曲的話可以加秤字 所以如果看到小字就知道是曲 但是有很多作品是沒有稱字的怎麼辦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看他的用字 如果他的用字是非常的淺白的 那這個就是圓曲離俗的風格 好 所以呢最後概念統整的部分 老師有幫大家整理出來 那請大家就是去讀一讀 好那我們這一週就講到這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